咱们再往下 展示面虚假 生活中我们会不会去到一些比较高大上的场地 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两件上千块甚至上万块的衣服或者饰品 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自己生活中间买的东西也是比较高档次的 肯定会有 难道我们把它拿出来就叫炫耀吗 难道我们平时一定要吃兰州拉面 然后吃沙县小吃我们才叫真实 那显然不是 对吧 不同的人的生活档次还不一样 所以同理的 我们在展示面中间只要是你够得着的东西 是你确实自己有机会得到 有机会去触碰到的 它们都算是什么 它们都算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而不是在骗 而不是是假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点你一定要自己给自己一个认可 如果说你自己在拍展示面的时候都说 反正就是为了骗骗女孩子 那你相信我在和女孩子真实接触的时候 照片中间在你高达上 而现实和女生接触的时候 你就是个吊死 女生会一眼把你看透的 听明白了吧 我们来看第三点 基于上面的两个形象 它有高光时刻 环境也有 我们也有机会去触及到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选择性的 向女生展示自己的优质形象 和自己的体面的一面 而绝并绝非是无中生有 这个心理建设 大家一定要去说服自己 那么接着往下看 当然了 我们刚刚说了 照片右下角 那个照片是我10%时候的形象 大部分时候我没这么的好 那有些同学就会说 那你凭什么只展示10% 你有本事把剩下的90%也展示出来 对吧 对 这恰恰就是我们想说的第四点了 我们来看到第四点 此外 我们提倡的是什么 优质的生活化展示面 就是我们呈现的是你 这百分之个人高 个人平时生活中间前40%的东西 这个前40%和我们刚刚说的 前10%还不重叠 就是前50%吧 对吧 加起来 我们主要是呈现你好的那一面 我们没有必要把你自己落魄 和那种潦草 和那种潦倒的那一面去展示出来 对吧 我们说过那不叫展示 所以那个10%的高光 再加上那么40%的一个 优质生活的日常 这个才是我们真实的一面 这样说 是不是你就比较能够接受了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会展示给女生看的东西 听清楚了吗 10%的优质 完美和40%的良好 不错 这个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组合 我们在第四个板块 个人IP建设里面会说到 咱们这边就不多说了 所以在第四点的话 它有第一个小点 叫做 记住我们还是要展示东西 而不是实拍 而不是去写实 而不是说我们在去那个 就是贫困山区慰问的时候 拍张照片 没必要 对吧 第二 这个我们 也我们前面提到了 在个人IP经营这个板块中间 我们会告诉大家 普世照片的展现 依然是我们会做的 但是比例要控制 这个到时候再说 好吗 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五点 对于真实生活的呈现 可以是接地气的 无所谓的 对吧 也可以是我有自己的调性 我有自己的 想拍出一点艺术感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生活就是那样 但是你想把它呈现成什么样 是你自己个人的追求 你不能说看到一个人 他每天去吃好的东西 他每天去穿的很精致 然后你就说这个人装逼 对吧 人家有自己的追求 咱们没有资格评判 反而我倒是希望 每一个男生都有自己 稍微有所追求的 生活中间的一面 那才是更好的 所以说展示面不是欺骗 展示面也是一种 展示自己内涵 展示自己生活调性的 这么一个渠道 对吧 这也是展示面的 重要的内涵之一 展示你的人生追求 展示你的生活态度 OK 这样的 当你这样去想 拍照片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在作假 你会觉得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内在去展示出来 最后展示面 它是不是照片 我们最后说一个点 叫做 咱们 做人 对吧 这个还是要放过自己 叫做四个字 先意后难 什么意思呢 先为自己获得足够的一心关注 在宽松和认可的环境中间 我们再去把自己真实的 再去把自己内涵的那一面 去展示出来 去遇到那个合适的人 不用那个 就是说 有些东西说 这个展示面太假了 我平时就很随便 我平时就是一个很没有追求的人 我就要把那一面展示出来 那你想一想 你是奔着结婚去的 你是奔着谈恋爱去的 同时你来学这门课 说明你还想得到一个不错的女生 去谈恋爱结婚 对吧 那么当你把自己那个潦倒 和随便的那一面展示出来的时候 有多少女生愿意 正眼看你一眼 就会很少 你在很少的技术里面 再去找是不是很累 咱们再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如果说你稍微拍了两张 像样的展示面 还有一个 就是说对你很 就看你一眼 就看上就有演员了 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女生 她主动选择靠近你 她还挺喜欢你 她还倒追你 然后你仔细跟她接触了之后 你发现她也不是骗人 她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 请问你是不是有种意外收获 那就是说喜从天降的感觉 我这么一说 是不是很多同学都很希望 这种天上的馅饼 掉在自己的头上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反过去想一想 如果你没有那一两张 像模像样的门面的展示面 放在那边 那个优质的女生 是很有可能不会看到你的 恰恰就是因为 有的那两张照片 优质女生 她多看了你两眼 她给了你这个机会 你还正好 你的样子是她喜欢的 于是天作之和 和乐而不为 本人身上发生过 对吧 所以说任何事情 做万 做两件事情的准备 一个叫必要准备 一个叫偶然准备 什么叫偶然准备 就是反正做这件事情的代价也不大 就先把它做掉 万一 无心插流流成因 是吧 所以说 这个不一定要对自己那么苛刻 说这个我一定要把自己那个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 我不能骗人 一定要去更加通透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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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的去看待 展示自我这件事情 好吗 好 这是咱们讨论的这个议题 叫做展示面是不是照片 好 下面这句话 下面这个心理暗示 请你记住 我们来看下张PPT 好 现在PPT上展现出来的这句话 我们来一起念一遍 你可以跟着我默念一遍 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 我总有去环境高大上地方的时候 总有几套穿得出去的衣服 我只是善于记录 记录生活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正好记录了那些高光时刻 仅此而已 并没有去刻意的去做做些什么 另外 如果你看我的朋友圈 你也会看到我接地气的一面 每一面都有 每一面我都在向你真实的 每一面我都在向你充分的展示 这才是真实的我 我们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心理 去拍展示面 去拍出那些优质的自己 好吗 好 了解完了这个展示面是不是照片之后 我们来说说当今展示面的最大问题 我们来看到下张PPT 当今展示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到这两张照片 左边一张是聊天截图 右边一张是咱们的学生拍的照片 左边这一张 咱们看到的是 男生连续发了四条消息 三个表情包 都是一些小朋友卖萌妆可爱的表情包 然后中间加了句话 准备下班班了 请问如果我告诉你 展示面 右边那张展示面中间 在高楼大厦的高档的餐厅里面 帅帅的男生 像咱们左边那张聊天截图中间那样 在聊天 请问你是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分裂 你甚至会不会觉得有一点跪舔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 咱们想的是一样的 咱们想的是一样的 没错 就是 为什么 所以这张 这两张图 也就正是 也是揭露了我们这张PPT想说的本质 当今展示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各位 就是照片中间的男生是我的一个学员 他现在还在读书阶段 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是五六千 五六千左右 他家里面条件不错 但是他不想依赖家里面 所以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五六千 大家知道他和女生出去一次的花费是多少吗 是一千元 他要带女生去吃西餐厅 然后的话 他给女生送一次花可能是四五百 然后他来问我 他说为什么女生都是奔着我的钱来的 他说我也可以约到好看的女生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是奔着我的钱来的 当我不给他们钱 他们为什么就不理我了 我说这就是你展示面造的孽 对吧 说话有点直 请大家见谅 所以大家明白我想说的什么 说的内容了吧 好 我们来看到左边的文字 第一点 过于脱离照片中男生的实际生活 从而导致 就是安利中间这个男生 他平时生活不是这样 想象看一个读书的学生 对吧 一个月五六千的生活费 他能够 他可能真的一直维持照片 左边中间那个样子 他不会的 从而导致什么 大家在情感的学习中间 可能听到过这个词 叫做人设不一致 说话的那个 说话那个像舔狗一样的 你和照片中间那个高冷而英俊 而高价值的你 他完全不是一个人 对吧 态度卑微 言行low逼 当这样的一种反差 被女生发现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会造成两个非常严重的结果 第一个 女生反感你 而且这个女生一旦反感你之后 他会告诉你 身边的女生说 有些男生是这个样子去骗女生的 这个损失惨重 把整个男性同胞都给打击到了 这是第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第二个严重的后果 更加直接的去 反尊重的男生本人身上 他会受到挫败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口头上描述的 这个案例中间的男生一样 他会来问我 他说为什么 他会不理解 我说你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 他说我只想要一段好的感情 我说那你就应该去找和自己门当户对的 他说那些人我就看不上 我说那你就只能骗 骗到了 算你运气好 骗不到 那是应该的 对吧 这个时候男生就很挫败 他就觉得 为什么女生只看钱 为什么我想找一个真爱不容易 你看拍展示面会让很多男生 尤其是拍那些高大上的展示面 会让很多男生 去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这个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分裂感 这就是我们说的人设不一致 这样的情况最终会导致他对感情的一种消极态度 他对女人的一个消极态度 他对自己的一个不认可 反正恶性的连锁反应是一波接着一波 所以这是我们当今展示面的最大问题 这也是我写这门课的一个初衷 我不希望所有的人到最后都是拍出照片 右边中间这个样子 当然还是那句话 右边那张照片中间的展示面可以存在吗 可以你完全可以有偶尔去这个地方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的照片中间全是这样 你就给女生造成一个错误的影响 也给自己造成一个错误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以让这样的一些照片小部分的存在 同时我们要去补充上的是什么 是咱们那我们来看PPT上的第二点 叫做生活化展示面 我们要去强调去尽量的呈现出低于装逼 而高于日常平凡生活的精致生活化展示面 所以就你看两节课了 咱们这节课咱们这门课开课到现在两节课 反复在强调这个点 叫做精致的生活化展示面 这样才会让女生 她不会有落差感 她会觉得她接触的是一个真实的你 她在见到你本人之前 她在去感受你的一言一行之前 她知道你就是这么一个范畴中间的人 她不会有落差感 也会让学员自己更加的有底气 对吧 试想一下 如果你照片中间全是高大上 然后你觉得 今天真的要去见一个白富美了 心里面会慌的 心里面一定会觉得 万一我拉垮怎么办 所以生活化展示面 填充到你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填充到你的个人的IP的经营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去认识到 当今展示面中间最大的问题 并且我们通过这门课 去帮助你 把这个问题给尽量的最小化 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好吗 看第三点 所以各位 如何找到属于自己 在装逼和接地器之间的这个区间 去呈现它 是每个男生需要对自己的了解 我来给你提供方法 我来给你提供技巧 你需要通过我给你的方法 和工具去找到自己 好吧 好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来看到下张PPT 总结的第一点 非要说的话 展示面不是必须地 如果说你 什么 如果你有百里挑一的内涵 对吧 你有人见人爱的气质 你有各种各样的形象 恭喜你 你不用拍展示面 你只要做自己就可以了 会有会有那个酒香 不怕巷子生 对吧 但是 看下面第二点 只不过 如果你觉得你比别人有差距 你比那些帅哥有差距 但是你也想得到美女的青睐 你想要提高 你不想输在任何一个环节 你对自己有要求 那你就得对得起自己 什么叫对得起自己 你去把每个环节做好 而不是在那看不起这 看不起那 然后自己什么都不做 这样的人 他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眼高手低的人 知道自己的不足 所以然后去把正视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对症下药 针对自己的痛点 针对自己的短板去狠狠的做好 这是我们应该去做好的地方 好吗 好 两点总结说完 咱们这一节课 关于展示面的心理建设 咱们就全部讲完了 听完这节课之后 关于我们为什么要拍展示面 展示面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骗 以及我们在拍展示面的时候 最需要回避的是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一个了解 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有了一个足够清醒的认识 带着这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开始对展示面进行一个正式的了解 好吗 我们下一节课来讲一讲 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叫做展示面三要素的认知 好 这节课开始会有每一节课的课后的思考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课后思考题 就有一个问题 很简单 请问如果你在拍展示面的时候 旁边不时有人经过 而且还有人对你指指点点 你心里会怎么想 想一想 好吗 我们可以在群里一起交流 好 关于展示面的心理建设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一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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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